全盛時期三個晚上在冤磅 我是肥了23公斤 還有產後都不只是盲目去進補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坐月那條片不見樣了 不過話說又過了一段時間 我都是時候踏上我的產後修復之路 Hello 大家好 歡迎你們來到我的產後修復之路系列 這個系列都會是橫跨一段時間的 記錄一下我怎樣追回產後的狀態 事不宜遲就講一下起點 起點都幾低 因為駝二胎我就辛苦了 肚子就再大一點 還有我真的很肚餓 基本上最後那個月我是間著間著 韓燒腳扒日本燒珍珠奶茶甜品 一頓會喝兩罐汽水 是很肥的 還有我真的很肚餓 你不讓我吃我又會發脾氣 總之全盛時期三個晚上在醫院榜 我肥了23公斤 三個之後複殖肌分離的狀態 是有三指半 還有駝仔我覺得狀態是比較壞 之前駝女很漂亮 容光滿髮 但是兒子就令到荷爾蒙的影響 令皮膚又敏感又粗鞋 越來越臭樣子 好像有鬚一樣 變成男人 還有肥過了 之後慢慢瘦了 皮膚撐脹了再瘦 可能未來又會再差一點 還有你有一個大的 你又要照顧他 生活都很忙碌 然後就是當你有了的時候 那個鬆弛素就會令到身形很走樣 真的不只是肥還是瘦 是整個姿態都很醜樣 這個也是要慢慢再去搞 還有產後都不只是盲目去進補 原來你一直補補補補 原來好像我這樣的問題很複雜 為什麼每天都是固奶奶 肚子不舒服 原來又濕氣很重 所以要先去濕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就會展示給大家看 就是之前去看中醫的狀況 還有我是怎樣幾管齊下 一起去陪我追回產後的狀態 在我產後復原的路上 一定要重點介紹的一個人就是何醫師 其實由我想有Hurper到有了 然後第一次坐月 想要第二個 然後第二次坐月 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教我怎樣調理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由第二個月一開始覺得 還有一點不對勁的時候 就來了看他 為什麼呢 就是我有重點有幾樣東西不舒服的 就是頭痛 就是手痛 其實這次都不是普通很多 不知道有些關節 這裡和這裡都會痛 兩邊對稱的這樣去痛 就不關抱的事 還有就是腸胃很差 因為開刀 再吃了一個星期抗生素 回到家 所以就吃什麼都餓 還有自己都感覺到很濕重 我就是要來證實我的感覺是對的 那何醫師呢 就把蜘蛛擺完之後 都告訴我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就是很複雜 又很濕重 脾胃又很差 就會建議我 就不要硬 不斷補 不斷補 就要循序漸進 可能先清理一些東西 先處理一些問題 才吃不同的補品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就算這次請了很多人照顧我 也都買好很多食材在家裡 可以做不同的燉湯 或者一些食療 那如果沒有什麼方向 就是一不停補 我會保持著頭痛 為何好像身體都累 而且排便都不好 看了之後就有了答案 有了方向 我可以回去指揮他們 如何照顧我 其實我由我做孕婦按摩的時候 我已經是會來這邊 我生了之後 也有過來 因為剛才說到 我的手痛很嚴重 其實肩膀也很差 所以我會來這裡做一做中式推拿 每次做完這個推拿 我都會覺得 原來一個人應該是這樣 因為很多時候 無論懷胎十月 還是家裡有個大寶 其實周身痛 你會麻木了 因為你餵奶 或者是抱 都不是很多時候的姿勢那麼好 再加上其實我想很多女性 不是全身的肌肉都很好 所以你總會覺得這個不對 又用了這裡 用了這裡 久而久之 由雙手一路痛到頸 背部一路下去 每一次那些事情不做不行 小朋友哭 你又要抱奶 你又要餵 慢慢地你睡到下床 你就會覺得 為甚麼周身痛 然後你會換枕頭 換床褥 但每一次來這裡 做一做推拿 我就可以拿回舒服的感覺 原來這個舒暢的感覺 是這樣的一回事 你就會知道 那些問題是出在哪裏 而且鬆回這些地方 我就會好很多 看完中醫回來 就講一下皮膚 感恩 阿仔很肥皮白白 皮膚很好 但我完全相反 充分感受地心吸力 皮膚很鬆弛 很粗糙 毛孔很大 有很多細紋 很乾 總之真的現腦態 其實出關之後 都做了一兩次面膠 之後都會分享做了甚麼療程 但做視訊 其實處理到的東西 都是真的冰山一角 再加上就是暴肥 暴肥 暴肥呢 我預計我自己 都會慢慢收回 那這些 收回整個身形之後的皮膚 就更加可怕了 還有根據上次的經驗 其實上次產後 都是會有一個產後樣的 我那時候看到 都是很害怕的 但是我又明白 因為那個身體 即你產後 雖然不再分泌的鬆弛素 但是你那些 拉長了的筋 就是印帶 它不是按鈕 縮起來 所以你生了之後 你都會覺得 為甚麼好像大隻了 再加上肚皮又撐開過 哇 那這些多出來的皮膚 去哪裡 對不對 所以其實 等到甚麼時候 才會更漂亮 就是要等身體更新 好像換過細胞 終於收回整個人的 無論是身形還是皮膚都收回 但是這件事的速度 因人而異 所以你看到我會去調理 還有都會做口運動 你可以加速新陳代謝 令到這個更新的速度快些 另一方面很重要 就是你都要給些原料去 你要給些原料的身體 去幫你更新皮膚的細胞 今次我就醒了 我知道我需要膠原蛋白 尤其現在又回到沒有夠好睡的日子 陪月走了 我沒有口好吃 還有我本身都是要減肥的 又要減肥又要皮膚好 那我都喝回Milu Colour 其實有看開的朋友 都知道我上一胎生完之後一年 我就喝了Milu Colour 就見證它的效果 就真的非常之好 但是後來有了弟弟 所以我又要停 過了幾個月大概去到人中期的時候 其實就真的見到膠原蛋白流失的慘況 就知道真的要補回 那為什麼我選Milu Colour 首先就因為它真的Made in Japan 原裝入口 所以品質就有保證了 第二 它的POOG膠原蛋白分子極細 容易吸收 沒有腥味 只有淡淡的奶香味 速效達到機底reset的功效 一包同時做好抗老美白 保濕多重效果 全靠它的腹方成分 POOG膠原蛋白 不單止補充流失的膠原蛋白 和一般膠原蛋白不同 它可以自行再生出分子更加細小的膠原蛋白 牛奶菜落味 Ceramide 擁有超強保濕鎖水的功效 可以幫助機底補充鎖水分 令到肌膚時時水潤 彈性蛋白 為膠原蛋白打穩基礎 雙腑雙成 令到肌膚保持得更有彈力 蛋白醉糖是高級的補养珍貴成分 擁有比美玻尿酸的滋潤效果 具有超高的保濕力 西印度櫻桃 維他命C的含量是檸檬的34倍 而維他命C不單止有狀美白 配搭膠原蛋白一起吃 還可以加速膠原蛋白的再生速度 Minecola已經在台日熱燒突破350萬盒 而且還獲得日本保健食品蟬聯銷售No.1 和台灣的膠原蛋白市場 連續十年的市佔率No.1 在過去一年其實在香港已經很多人試了 又覺得效果很滿意 但有一點一定要提提大家 就是很多假貨 而且都弄到耳架亂真 連我都要看真些 記住盒新有防藝標籤 要去Suntory官網購買正貨 除了確保買到正貨 還有雨橋專屬糾切優惠 Minecola一盒有30包 足夠一個月的份量 不過如果你問我 趁有優惠就要團定貨 因為膠原蛋白產品 都是要喝一段時間才有效果 講完皮膚之後 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時的飲食習慣和運動routine 有些什麼 話說最近我有個很偉大的發現 就叫做飯水分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一開始我就說濕氣很重 看中醫 但我也覺得好得不夠快 為什麼呢 因為人們說產後100天 就要補的 什麼不補呢 之後就補不回來 很害怕 但是喝極中藥的濕氣 都不是脫得那麼快 為什麼呢 後來我就理解到一個概念 就是 是不是因為你吃飯的時候 喝很多東西 然後呢 留意之前呢 之前呢 都有分享過 其實我坐衣的時候 因為很多湯水 還有呢 餐與餐中間的時間 我可能會去睡覺 或者去餵奶 變成呢 可能你一天四餐 你一坐下 你就吃飯吃飯吃飯 喝湯喝湯喝水喝水 那些代茶 我呢 就會將所有東西 就是那一餐飯 可能你內逆都是半個小時 塞在肚子裡 然後呢 我就休息 或者臭BB 但是我發現這樣一個月之後呢 原來呢 是腸胃呢 都會變得很差 為什麼呢 就是一來濕氣重 原來說 一邊吃一邊喝 會令到很多濕 藏在身體裡面 另外呢 就是原來你的腸胃呢 其實都會透過一些消化液 去分解 去消化食物的 但是你一路 灌湯 或者灌水下去 那就混淡了 就是最簡單就是胃酸 你混淡了那些胃酸 然後呢 阿慧呢 就覺得 為什麼呢 我分泌極的胃酸出來都不夠 還是那個酸性不夠 我消化不了些東西 我再分泌多些 那好了 於是你不吃東西 那漫漫長夜 十二個小時 然後呢 你就發覺 為什麼生了出來之後 都是有些胃酸過多 還是有少少胃酸倒流的狀況呢 就是要注意一下 究竟你有沒有在這個 就是坐魚 或者之後第二三個月的期間呢 你是不是又是吃飯的時候 又喝湯又喝茶又喝水 就是一次過喝太多東西呢 然後神奇的事就發生了 那這一兩個月呢 我腸胃都是很差 每一次去看中醫的時候 都是 還是很濕 還未補得 這樣 後來 我就是 就是飯還飯 吃飯的時候 不喝東西 就算在街也好 那餐是送東西喝的也好 不喝 又或者你叫了 好少 濕兩口的口 總之呢 餐前餐後 那半個小時左右 呢 儘量都是不喝的 除了濕下口 然後腸胃就好了 我真的覺得太神奇 這件事呢 真的要和大家 可能每次去看中醫都說你皮胃差 和濕氣重的朋友呢 這個要注意 然後就說一下 現時的運動 routine 就是每個禮拜 都盡量是三至五天 就做三十分鐘 cardio 其實我就不是一個很喜歡做運動的人 也都那些瑜伽 主要出去去到很遠做的那些 我都做不到 那因為我想很多二胎媽媽 都是跟我一樣 都是真的太忙了 那一定要找一個自己 可以處理的運動 routine 那所以我就只可以 所以阿福島就去樓下會所 就走一下機 到現時為止 都是盡量 就是那個機快走 不是去到跑 因為曾經試過有一天 覺得好像不是很夠厚 不如跑一會 然後泳了全日 全日都穩穩地 可能還是虛了少少 兩個月那時候 那我就覺得可能快步行 總之出汗的 少少喘氣 總之回到家一定要洗澡 都是出汗的 那三十分鐘 然後呢 我會用回可能十分鐘的時間 就做回少少 因為複石機分離很嚴重 下次就可能會分享一下 即是窄途 怎樣可以整好它 那都不敢做一些 計劃 或者用Core太多的運動 那主要呢 可能就是拉一下筋 那還有呢 這一匙呢 就真的很痛 那也都會有可能呢 會拍下給大家看 就要去弄一弄這個位 因為可能整天 餵奶抱BB 整隻龜 那個人 那我就會做三十分鐘運動 那還有呢 就會拉一拉那些肩膀 或者是腋位 那樣 那現時的運動routine 就是這麼多了 那如果你問我 減了多少呢 那關於這個減肥的問題 我們下一條片呢 就再跟大家聊過 那都很開心 和你們說了很多 一論嘴 講完這個產後修復 即是現階段 我正在經歷的一部分的事情 那歡迎你們都在下面留言 我們還有很多個 topic 未講的 就是可能減肥啊 摘肚啊 那還有呢 就是有些什麼的運動啊 譬如骨架啊 或者一些痛症啊 我會怎樣去對付啊 還有剛才呢 就答應了大家 就是做些什麼 Facial 其實都記了的 都拍下了的 那就會慢慢和大家 陸續分享的 那希望你們都喜歡這個系列 那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